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kx看股 今天是星期六啊 我们看大局啊 看看国际发生什么事 看下板块发生什么事啊 是我们今天看了哦 希望看了今天 国际 本地哦 我们有一个概念啊 下个星期要怎样去玩那个股票了啊 走走走走投资股票叻哦 除了看看本地的股票叻 还要看看要知道更多的东西啦 你知道更多的东西 哦 也许哦 你的这个决定啊 会更好啦 做出更好的决定啊 OK 首先我们啊 点点点下分享留言 支持视频啊 你第一次看我视频 每天都有视频 每一天啊 6点到7点 我都会上载 一个一个英文 一个华语的视频哦 我们谈谈今天 那个每天股票哦 马马股所发生的事 新闻哦 还有我们会看一看那个图 然后看一下哪一个股票 有机会 哪个股票啊 没有动力 哪一个有动力 哪个有机会 哪一个没有机会了啊 OK 啊 还有记得要开户口啊 CJSMB啊 OK 马里是其中一个最大的 这个交易平台 OK 很方便 可以玩马股 新加坡 美股 香港都可以了啊 记得哦 啊 那有一个链接哦 下面有一个链接 这个CJSMB 然后玩外国也是0.25% 啊 美国新加坡 0.25% 香港0.2% 这个经济费 罢了 很便宜了啊 所以你可以买 哦 特斯拉 可以买 啊 Apple 哦 可以买这个 啊 GRAP 的股票啦 美国也可以买啦 OK 看看免救生命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国际景点怎么样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首先呢 昨天我们讲 我们美国要看这个就业的数据啊 昨天出来了 OK 昨天出来很不错啦 啊 不是很不错啦 还OK啦 确实是526000 他们预测会跌到295000 不过他还有好一点 315000去到啦 这个呢 然后他的这个 unemployment啊 unemployment rate 叫做 失业的报告 失业率也上了一点 上了一点 3.7 3.5 不是这样好 这个看来不是太严重 所以market有一个新的恐惧 我听到新闻讲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就业报告还是好 所以美国没有的真正跌下去 经济衰退 可能下一次这个美联储起息又会起很高 本来因为如果market这个就业报告不好 market可能会他们会起0.5 现在看来这个就业报告还ok market可能会起下一次这个 这个什么 美联储起息可能会起0.75 market又来慌张了 ok 本来这个 昨天我们看美股本来 这个新闻出了是上的 之后他就跌回下来了 他就跌回下来 所以有这个恐惧啦 所以美国 那个你知道那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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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了 他现在最重要 美联储啊最重要就是要控制通货膨胀 ok 他讲如果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会受到 受到一点打击啦 他讲受到一点pain 有一点打击 也没有办法啦 因为最重要 他要他要控制的通货膨胀 这个也许这个数据还好啊 就业数据还好 可能他会起高很高利息哦 啊 0.75 所以这个又是给这个market一个恐惧啦 ok 我们看看 啊 看看KLCI先 啊 看看KLCI 啊 一个星期图 ok 一个星期图 ok 上个星期是上升增足 下个星 这个星期下跌增足 所以现在这个看不到 啊 不是很明显他要去哪里啦 短期我觉得他会跌先啦 因为这个短期我们看这个这个珍珠 啊 so呢 看来短期应该是跌 他这边1470有一个很大的支撑啊 你看这个珍珠 你就知道了啦 上次他来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然后这边也许又有一个通道了啦 ok so他这边1470也许有一个支撑 看来他应该 看这个烂桌他应该要跌去1470 我看看一天图 一天图 啊 一天 啊 ok 一天图我看到现在他应该做了一个通道出来了啦 所以这个开始他应该要跌到通道底啦 1470 so1470呢 他有两个支撑啊 就是一个通道的支撑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Fibonacci50%的支撑 啊 在这边也许横盘跌破了就很惨 继续跌 他在这边顶住他也许还能横盘或者有机会反弹 那端气我觉得他还应该是还要继续跌啦 因为这个是下跌真主啦 应该要继续跌 ok 我看看国际 看看铝 铝不好啊 铝跌破通道了啊 看来要继续跌 看一下铜 铜也是跌破了这个支撑线 看来也是要一层一层跌 这些大宗商品全部都好像不好啦 全部都好像要跌 看下 啊 看下 啊 科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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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daq 已经投兵间跌下来了 看来这个123 这个 12379 这个 这个支撑也跌破了 看来不好 要跌 美国半导体指数 费城半导体指数 看来 他本来26 2603有支撑吧 他又做了一个 啊 淹没辣植 下跌的淹没辣植 吞没辣植 看来他也是要跌 看下 钢铁 钢铁 钢铁开始一直滑就下了 我们看 啊 中国钢铁价钱也是一直滑就下 啊 上海 上海钢铁指数 也是慢慢的滑就下 钢铁看不到有什么 机会啦 暂时啊 ok 还是很弱 啊 看一下这个 油 油现在 油又跌回去了啊 一个 下跌的囤没辣植 他继续跌到86 看86 能撑他 不能撑他 他会 还会继续大跌 啊 看下指数啊 看下澳洲 SBI200 SBI200 也是跌破了 跌破了通道也是继续跌不好 看下 啊 德国 德国也是一个大尾巴 看来也是不好 128 啊 128 128 90 顶住他 也是要继续跌 看一下啊 那斯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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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了 他一个尾巴支撑啊 顶住他了 看来他要跌 看下这个 日本Niccaid Niccaid 又是一直跌 华州跌 我们看看这个美国S&P S&P一个 下跌淹没蜡烛 吞没蜡烛 看来也是要跌 啊 看来这个 Dowjun也是一个长尾巴 一个珍珠 下跌珍珠 看来也是要跌 所以国际不好 全部是要跌的 没有动力 看下 以太坊 以跌量 以跌量 也是遇到一个珍珠 看来他这边的支撑 顶住他 这边的主力 顶住他 看来他也是要跌了 不觉得他会去哪里 啊 比特币 比特币 也是在开始横盘啊 他没有什么动力 他一上一点 就有给人家卖下来 看不到什么动力啊 看美股 Apple 苹果 苹果 有一个支撑 青蜡烛 有一个珍珠 有一个上升珍珠 现在他又做一个 下跌的 所以 吞末蜡烛 看来他要跌153 150 应该是要跌了 AMD 然后他RSI也跌破50 向下跑啊 不好 AMD AMD RSI跌破50 他也是有一个支撑81.200 然后又透篮间做了一个下跌 啊 啊 吞末蜡烛 看来这个也是要跌75 72 Amazon Amazon 也是有一个珍珠 啊 有一个啊 有一个珍珠 不算珍珠 这个有一个尾巴在下面 应该有一点 这个应该有一点动力推他上去吧 我觉得他不能上多远 上到136 创到这个通道顶 应该还要跌 因为他RSI就在已经在50下面 所以他应该创一点上来 应该也是要跌的了 然后他也没有 红色动力也没有了 红色动力没有了哈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横盘 阿里巴巴没有 没有动力 Google Google Google他在这边调整 啊 他现在又移到一个 红 啊 下跌的tune mode 看来他要跌去106 Grab Grab 一层一层跌 他现在有点支撑 他也没有红色动力 他RSI也在50下面 Google也是在50下面 Grab也是在50下面 看来不好啦 看来这个也是要Grab 也是要继续跌啦 Grab看来 可能有点小反弹 但那 反弹不远 我觉得他弹上来 他也是要继续跌 因为这个 他应该有一个通道在这边 所以弹上来一点 应该会跌下来 Intel Intel一层一层 一天跌到很快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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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个 又是一个 下跌tune mode 看来他要跌去156 如果跌破156 就很惨 跌破156 就很惨了 还会大跌Microsoft Microsoft 本来他有点支撑 他遇到这个吞莫拉州 也是要去252 甚至可能会去到24亿 还是要跌 这个NVIDIA NVIDIA不好啦 NVIDIA他受到那个美国 美国现在阻止他们 美国的这个很高科技的这个 半导体 这个最强的那些半导体 晶片 不给他卖给中国 亚洲 某些亚洲地方 尤其是中国 因为他们不要 中国跟他们去什么 去竞争他们的这个 AI的生意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他不要 要 要给这个 什么 不要给他中国 追上去美国的这个 人工智能 I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sla Tesla 本来冲上去 本来有一个 有一个支撑 现在他又遇到一个 淹没烂烛 下跌的吞没烂烛 又是要跌254 应该要跌到去 啊 254 看看 高一点 高一点 这边 259 Twitter Twitter也是啊 Twitter好像投兵间的 款 看来他也是 他有红色动力也没有 RSI 大概50 下面应该 他很有可能会跌到去35 看Visa Visa有一个下跌 吞没烂烛 主要看来他也是 应该要继续要跌 可能到190 看上Zoom Zoom Zoom Zoom他一个缺口跌下来 哦 他现在 正在这个很重要的支撑 啊 这个 79 Table 79 可能还会跌到很够 他仍然在79 撑住 可能还有机会上 啊 这个要等了 这个 他是在下跌趋势啊 不是很好 但是 OK OK 我们看马股板块 消费 消费不是很好啊 消费啊 你看清楚一点啊 消费是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 啊 diamond 钻石 钻石模式 他做了一个钻石模式 做了一个钻石模式 通常钻石模式都是下跌的 做了之后下跌啊 所以你看啊 现在这个 消费他是做了一个钻石模式 所以你要小心啊 所以他一星期二 星期二跌 他就很惨了 工业 有像这个什么图并肩 好 所以你要小心啊这个 所以他一星期二星期二跌 他就很惨了工业 工业在横盘 工业其实他有一个下跌 他慢慢的做下跌通道不算横盘了 慢慢的在下跌了 他做了一个下跌通道了 建筑 建筑就惨了啊 建筑他本来在横盘他跌破了 看来建筑也是难 看来也是要跌房产 房产还可以 房产呢他冲到上来这边 他做了一个三角形 如果下个星期他还能反弹 他还是轻色的呢 那板块应该他还有得上 如果下个星期一星期二他的板块是红色的 应该他还要继续跌 科技 他已经做了一个下跌通道了 他有什么反弹 有什么反弹都是弹一下子 应该也是要继续跌的 种植 种植做更低的更低的高了 他已经开始要下跌了 种植也是不能的 然后踩一个吞摸 下跌的吞摸蜡烛 也是不好 金融 金融还ok 金融在横盘 横盘 能源 能源突破了 跌破了 能源不可以 能源要继续跌 运输 运输在横盘 运输在横盘 暂时不上不下了 电讯 电讯也是在横盘 暂时 他在横盘 Neutral 工艺品 工艺品 他创造墙了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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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多几天 他再重不破 他应该是要跌了 小盘 小盘 在横盘 他有一点 有点要小心 可能他要跌了 他再跌了两天 他的动力 他的横盘 横盘 应该是跌破了 医疗 医疗 医疗就一直滑坐下 医疗就暂时不能玩了 医疗我讲了 医疗你要玩 医疗报告 等他报告慢慢的回升 每个季度 一个季度 开始赚钱越来越高 那时候才是可以玩的时候 现在他 报告全部是很惨的 然后他的那个 手套价钱一直在跌 所以他很难盈利 很难盈利 就很难去玩了 他能盈利 他能盈利 但不多 他能套利 盈利 他不能多 很难玩 我们看几个股先 所以明天我们明天视频就不用这样长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几个股先 减少明天视频不会这样长了 加大 加大现在他在调整 如果他能突破 他做了一个三角形 他能突破三角形上面能 如果白一白二他还能青色 应该还能上 如果白一白二他是红的话 他应该跌破了 他应该要跌了 他应该要跌了 Petronas case Armada Valesto ITIO Power Armada Armada 差一点点到目标了 0.43 那天他寄到0.430 所以很多人开始卖了 我放0.435 所以很多人开始卖了 跌回下来 暂时他的青色多了 红色少了 看来他现在在调整下来 也许还有的上把他会调下来 一轮前 Petron Petron不能逃啊 跌到很固利啊 Armada Valesto Valesto 现在在横盘 没有东西看 Mindex Mindex 一直滑就下 是没有东西看 Val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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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炒了 所以每一遍也挑下来 他的这个目标去0.75 所以他没有什么空间了 暂时 他的红色还有 金色越来越少 可能可以上多一点 0.79 可能还能上多一点 不能上多一点 呃 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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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罢了 没有东西看的 冰袋 暂时 冰袋 没有东西看 Airpods 也是一直滑就下 不能玩 云顶 云顶 暂时 这个还ok 云顶 还ok 还可以收 没有跌还可以收 这个更定 这个就产了3182 3182 再继续跌破 4.48 要逃啊 啊 投并肩啊 这个很危险啊 投并肩啊 他跌破这个4.485 要逃 但是这个你小心看看看 但是不好啊 希望他不要再跌了啦 年底 年底他有机会了 p matter p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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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2 暂时 你买了 是不是 如果你可以 手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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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 matrix nb matrix 可以 也许可能他的这个红色动力不是很多 所以他有一点点 也许可以起多一点 2.4 2.4这边然后看他能不能突破 他不能突破他他应该在那边横盘 他能突破他可能还能飞来就在Hong Leong Bank 2.6 2.76这地方有谁还有机会 你看这边看他能不能突破2.405 Bending Plantation Bending Plantation 2291 291没有东西啊在横盘 Hong Leong Hong Leong慢慢的上啦 但他已经通到顶了 这个不要玩要玩等他跌下来先 最好跌到6.3 他应该跌多一点也许还能上啦 这个有点高了啦 这个有点高了啦 这个暂时不是很好 可能他跌到6.8 这边有反弹可能可以跌一点啊 这个不是暂时你现在买就高了 等他调调调调下来先 看他调到哪里去 10-1 这个是 是Oriance 4006啊 10-1 5105,6105他在中道中间这个呢 他中到底有一点有点主力 在这边啊399,3.9,40块钱有点主力 他这个已经在通到顶,这个不要买了,等他挑下来 挑下来,下面也许还有机会 3.4左右,等他挑下来 Bajaya LAN Bajaya LAN Bajaya LAN,他有点突破,这个呢 也许可以试试,他有点红色动力 他的庄家动力有把它超买,超买了,所以他 这个5050了,这个不敢讲 如果你要玩,你放一个支撑 一个止损在0.215,这个也许还能上了 他慢慢也许还有机会,这个老一点也许可以试试这个 哇 像 哇 像呢,这个0.207呢 他应该有点主力在这边 应该有点主力,这个要看了 他也超卖了,超买了 这个应该挑,他挑下来了 你也许还有机会的 他等他调了,现在已经是 现在买太迟了,他也创造这些主力了 哦,就等他调下来再看 现在已经迟了 agenda agenda 只在跌,没有东西看 咱们 ämfa amfa 也是没有东西看,只在跌 amfa 3662 711 711 他在这个通道中间 这个暂时不是这样好玩 等他跌到通道底反弹才完 他在通道中间 这个五色五色啦 但是这个我是不会玩的 ok 所以今天讲这样 我们明天再谈 我们明天还有还有蛮多的 还有蛮多的股 明天还有蛮多的股要谈 ok 周末快乐 拜拜